上面跑汽车,中间跑火车,底下通轮度 这就是小学课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 始建于1960年,5000人用了8年时间建成 大桥全长4589米,有两座高达70米的桥塔支撑 它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 上层的公路桥长4589米,下层铁路桥长6772米 连接京浮铁路与沪宁铁路干线 桥下最高通行高度为水位以上24米,可通过5000吨级海轮 大桥采用了双曲拱桥结构,线条优美,造型独特 展现了中国桥梁建设的高度成就 整座大桥共用了刚才6.65万吨,混凝土38.41万立方米 自1968年全面建成通车,至今已运营56年 它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更激励着几代中国人不断创造 不断超越自我,真不愧是中国的争气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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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